提了这台车之后 才发现这台车 它的服务是非常好的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款车 是谁造的 之前呢 家里有一台油车 也是在提了这台车之后 然后把它给卖了 卖了 啊 我生意太忙 我照顾不过来啊 Ready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本台车 骑虎AlphaT的车主 记得是从2019年10月份开始 就开始看车 也是在去年 也就是20年的10月份 最终定了这台车 当时自己的购车计算 大致定制在20万左右 基本上试驾的是 面上大部分的电脑车型 像北汽的EU5 EU7 然后比亚迪的 琴Pro EV 宋Pro EV 还有汉EV 包括蔚来的ES6 特斯拉的Model 3 吉利的几核A几核C 等等这些车型 最终想要在蔚来的ES6 特斯拉的Model 3 还有这款车 做一个选择 记得当时是蔚来的ES6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它的一些补贴的一个退坡 加上本身的这个 购车的一些优惠 没有改上 因为自己的指标是在2020年的2月份 才下来 所以最终把蔚来给放弃了 然后是特斯拉的Model 3 从年初的国产化标准到年中 又出长选到年末 最终它的价格也没有调到自己的理想 预算范围内 最终也给放弃了 当时这台车购车的时候 没有任何诱惠 当时选择这款车呢 其实主要看重它三点 第一 续航大 对于自己来说 考虑电动车的首要考量标准就是 续航 它这款车是93.6度的电池 续航是653公里 能够应对自己日常出行大部分的应用场景 第二点是它的空间 空间足够的 轴距是2米9空间 空间非常的舒服 包括有一个大的全景天窗 还是比较不错的 第三点是座椅和底盘 这台车的乘坐是非常舒服的 官方称之为零共用力座椅 我现在提车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现在已经开了4000多公里 非常舒服 又不像有的车情 它座椅偏软 你坐时间长了 腰部没有更多的支撑 然后会觉得很累 腰疼腿疼 这台车没有这种感觉 开起它总之很舒服 这台车的主要用车场景呢 是日常的上下班通勤 及偶尔的中长途的一个出行 目前已经开了4000多公里 我现在是每天上下班的通勤里程 大概在100公里左右 目前是4天左右 充一次电 现在的平均电号呢 是18左右吧 因为它这个官方并没有一个 具体的总理程的一个平均电号的一个显示 只是以一个大致的一个估值来算的 冬季续航的表现 开空调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5折左右 进行了一次OTA升级 可能对空调有一些优化 我在2月份的时候 又做了一次测试 开空调的情况下 基本上在7折左右 这台车是家里的第二台车 之前呢家里有一台油车 提了这台车之后 然后把它给卖了 电车和油车相比啊 电车是非常好开的 首先是它可以切换各种模式 根据你的需求 想快可以运动 想慢的话 机能模式续航可以更长 电车开起来是很安静的 最开心的一点 就是使用成本是相当低的 但是最不开心的一点就是 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私装的话 频繁的充电会给你将来的用车 带来很大的困扰 这台车的优点 第一 真续航 它的这个续航表现 进入二月份以来 基本上是开出1比1的能耗 甚至在一次车友的线下活动中 当时我们当天是行驶了82公里 实际表显掉电70公里 达到了1.17比1的一个能耗 如果按照这种能耗比值去算的话 这台车跑700公里都不成问题的 第二一点 提了这台车之后 才发现这台车它的服务是非常好的 在提车两个月的过程中 大大小小的有各种问题 包括自己的使用问题 车辆本身的问题 提出问题之后都能第一时间反馈 基本上在当天都给解决 这点是很不错的 第三一点 我觉得这个外形设计还是不错的 比较新颖 很多小朋友看到车的时候都会住宿去观望 包括自己的周围的朋友 也都会很不错 很漂亮 还有一点就是快充效率高 这台车的快充是在市面上120千瓦装的快充装上达到250 基本上从30%到80充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 已经是能够应对大部分的这个用车常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Napa真皮 然后哈曼卡顿的影音系统 包括燕飞力士的这个音箱 包括HUD 还有氛围灯 矩阵式大灯 这些配置 高配车型都有 我家的一个座椅调节 灯光的自动调节 包括方向盘的电动调节 还有智能驾驶的一个调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调准好驾驶座位的一个情况 再看一下后排的空间 这个车身的轴距是2米9 后排空间是非常的宽敞 然后包括全景的天窗 是有一个很好的乘坐体验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车支持手势控制 小狐狸 你好 播放我们的时光 好 可以播放正维的我们的时光 这款车现在新的OTA升级 还增加了这个腾讯视频 所以说这台车的这个缺点 首先第一点是我认为是品牌知名度低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款车是谁造的 甚至一说北汽就想当然的不好了 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品牌做起来的话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沉淀 把产品和服务做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个后备箱的储物空间相对较小 第三点是自动辅驾驶 看一下我开启这个自动辅驾驶 双拨两下 它就会按照你现在的这个行车速度去跟车 在几次使用用车过程中 会发现就是在车道线中 如果有这个提示字 它会往右拽你的方向 这个还需要这个后续的优化 第四点是隔音不是特别好 就是车内如果放音乐的话 车外会听的比较清晰一些 这台车中控自己不喜欢的一点 主要是它的这个中央控制器这块 如果说你的主价位去掏你的水杯的话 很别扭 这个作业记忆这块 可不可以从系统中就直接给它设定 作业一作业二 我一点我就过来了 后备箱空间我觉得是中规中矩 毕竟轴距这么长 本身是4米9的车身 包括轴距是2米9的轴距 我觉得从空间利用上 如果说把它的底部 像特斯拉的Model 3、Model Y那样 可能会更好一些 目前开这台车去的最远的地方 是从平谷农边环岛出发 然后到密云的白河大峡谷 往返是185公里 当天我们去的时候 出发的时候 表显的里程是574公里 回来之后还有393公里 要件比例基本上是1比1 我们返程的过程中 当然是下山的一个路段 当时记得是走了12公里 表显还多了两公里的点 特别有意思 Ready 喜欢我 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 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 你就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